同为法西斯战败国 欧洲可以原谅德国 亚洲为何至今不能原谅日本 上个月日本投降77周年 刚上任内阁的高士早苗和部分国会议员 一同参拜了靖国神社 至此中他们表达了对日本战死军人的敬意 却对亚洲国家受到了伤害 只字不提 无数民众等日本政府道歉 等到的却是日本政府一次次的回避 和掩盖篡改历史 然而1970年12月7号 西德总理伯兰特 却在二战华沙犹太人格力区纪念碑 双膝跪地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为死难的犹太人默哀 没人能想到 一国总理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愧意 不少人都说 德国总理虽然跪了下去 但德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次下跪也成了 德国跟东亚各国 东欧各国 乃至世界各国 重归于好的里程碑事件 二战战败后 德国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反省态度非常诚恳 德国人上到政府 下到大型企业 都给当年被奴役的劳工战俘 以及他们侵略的国家 提供巨额补偿 后来波兰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80周年纪念仪式上 德国总统施泰因 用德语和波兰语表示 希望能够得到波兰的原谅 这是因为二战期间 波兰是受摧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5000多万人丧生的二战中 有600万人都是犹太人 直到现在 德国只要有新总理上台 就会向二战中死去的 世界各国人民道歉 对自己国家犯下的错误道歉 然而日本跟德国恰恰相反 日本人不但不承认 他们犯下的罪行 甚至没有一点悔改之意 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 是自己的错 两国之间的态度 有如此大的差异 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 在战后受到的处罚不一样 当年日本投降 是被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吓怕了 不然他们还在赋予顽抗 而当时的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 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度 所以日本的忠心没有变 他们依旧奉行天皇至上的统治制度 国家事务 依旧由天皇决定 军国主义依旧没有根除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迅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 开始扶持日本发展 在这期间 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毒依然存在 德国普鲁式军国主义 则被消除得干干净净 把普鲁式军国主义 从发源地东普鲁式中彻底剥离出来 第二次大战时 苏联和德国瓜分了波兰的领土 二战结束以后 波兰复国 苏联是不可能交出已经到手的领土的 于是德国的东普鲁式就被补偿给了波兰 这样既能彻底断绝 德国军国主义的源头 还能让波兰满意 可谓是一箭双雕 至此普鲁式军国主义 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德国以贵谢罪 日本却在闻过是非 大言不惨地说 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 时至今日 日本作为法西斯战败国 仍然不被亚洲原谅 除了轻慢的态度 还因为他们的军人毫无底线可言 二战时期 德国和日本都非常热衷 地毯式轰炸 但是德国从未轰炸过 学校 儿童区域 即便期间轰炸英国 出动上千架战斗机 学校跟儿童活动的区域 依旧完好无损 战争后 德国总理下跪忏悔 多次公开承认错误 直面历史并积极进行补偿 然而日本却没有任何自觉 日军轰炸时 不论是我国的军事要载 还是医院学校 都遭到了无差别的全范围攻击 无数平民百姓 和几千年的文物股 以及本州岛北部 美国占领本州岛中部 中国占领日本四国岛 英国占领日本的九州岛 以及本州岛的南部地区 这个计划 最初是打算德国投降后 再执行的 一旦计划真的实施 日本恐怕会像德国一样 分裂成两个国家 然而二战结束时 英国国内已经成一片废墟 还要靠美国接济 中国则是正在整理 抗日战争的果实 美国政府则是在向他国 提供军事援助的路上 也就无下出兵占领日本 最后只剩苏联 按照原计划 准备占领日本 然而苏联的海军有些弱小 攻占了日本北方四岛之后 已经没有兵力 继续攻占北海道 于是最后苏联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 美国占领日本 有了美国的扶持 日本即使战败 在经济和军事方面 在亚洲地区 还是数一数二的 也没有受什么彻底的处罚 所以自以为实力不错的日本 才会一直回避历史 拒绝给受害的亚洲国家道歉 面对受害者的控诉 日本表面搪塞 转身就去参拜靖国神社 军国主义的思想 依旧根深蒂固地在日本 那些所谓的军官高层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 德国能被欧洲原谅 日本却截然不同的原因 对于一个逃避历史 逃避责任的国家来说 没有一点诚意 注定无法得到世界的认可 同为二战战败国 为什么德国能组建军队 日本就不行 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 德国认错的态度好 二战后 德国分裂成了 亲北的西德 和亲苏联的东德 当时的西德 身处欧洲冷战最前线 对面就是苏军 和东德数量过半的陆军主力 这种情况下 美英法作为战胜国 自然不想再组织几十万的兵力 去保护一个战败国 当时的世界一霸 美国正跟苏联冷战全球派兵 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支援欧洲 而美国距离欧洲大陆较远 一旦爆发战争 美国立刻出兵也来不及 于是西德成了欧洲 制衡苏联的存在 但是刚战败的西德 实在太弱了 为了提高苏德战斗力 美英法等战胜国 开始大力支援西德 又是送钱 又是送武器 让西德自己组建军队 小算盘打得霹里啪啦响的美国 为了省钱 还积极贷款500亿给西德 让他们大力发展军工业 这一番操作下来 美国不但省了每年100亿的资助钱 到后面连贷款500亿也能收回 一分钱 特别烧钱 苏联解体后 西德东德统一 两个军队合并成了联邦国防军 这也是德国虽然是战败国 却一直能发展军工业的原因 德国保时捷等德国汽车公司 之前还在生产坦克装甲车 而日本跟苏联隔海相望 远东也不是苏联的核心地带 所以日本不需要建立什么军队 去抵御苏联 所以日本也就逐渐废除军队 开始组建自卫队 这些结果都是美苏这些超级大国 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操作的结果 世界的运行规律向来如此 实力才是维护正义的基础 尊严只在建峰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我是万物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